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2月8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 以及世界的第一首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拜登说 习近平骨子里没民主 R5引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 2月7日播出的美国总统拜登专访部分内容 其中一句 拜登对习近平的评价令人印象深刻 拜登说习近平骨子里没有民主 几乎与此同时 因厦门局会案而遭当局严打的 1226公民案中 前人权律师丁家喜和法律学者徐自勇 受到严重酷刑的更详细信息 也得到了美国公共对外媒体的报道 2019年12月26日被捕的丁家喜 和2020年2月15日逃亡中被捕的徐自勇 今年1月21日首次获得辩护律师会见后 近日在德亿透过视频会见律师 让外界获得有关两人遭受酷刑的更多细节 那刑讯逼宫 在中国法律行送法里写得清清楚楚是犯罪 但为了让丁家喜、徐自勇承认犯下颠覆国家政权 这一罪 那山东、林毅和烟台两处公安机关 使用相似的酷刑对待他们 两人被剥夺了7到10天以上的睡眠 每天十几小时被绑铁一只 那四肢固定、喘气困难、被限制喝水 每一顿一个小馒头 有时甚至只给了四分之一 那丁家喜的家人就表示 在山东烟台被指定居所监视的期间 警察向他播放习近平治国方略 中国这五年宣传片 日夜24小时 以最大音量连续播放了10天 六个月期间 丁家喜73天被剥夺睡眠、疲劳、审讯 六个月未见一失阳光 24日日光灯照射 不让洗澡、不让刷牙 丁家喜因身体极度虚弱 一次、两次的昏厥 失去记忆 律师被告知 丁许案被拆分成了两个案子 罪名由三天变成了更严重的颠覆 那案件被列为机密集 律师需签署保密承诺 而2019年12月 许志勇、丁家喜在厦门参加了一次 有律师、学者和公民共同参与的 21人聚会 被称厦门聚会 12月26日以后的一个月里 丁家喜等多人被抓 那躲藏、失联的几人也相继被抓 许志勇的女友李乔楚 拍摄许志勇纪录片的导演陈家平 并未参会 但却受到租联 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那这一事件被称为 1226公民案 拜登还说习近平很强硬 但他没有批评的意识 只是阐述现实 习近平的骨子里没有一点民主 那对习近平认知程度 可说相当足够的拜登 义务将如何在美国总统大位上与习近平过招呢 那对此拜登就表示 自己一直以来都对他说 我们不必发生冲突 但是竞争将非常激烈 拜登还非常均指地告诉习近平 我不会像前总统特朗普那么做 我们将专注于国际规则 那一年多来 1226公民案受到国际关注 徐志勇、丁家喜受到酷刑的细节 确实也能为拜登对习近平骨子里 没有民主的评价增加新证据 但遗憾的是 赏无证据认为 美国拜登政府会向习近平施加足够压力 另一方面 拜登也说 中国与美国是竞争会激烈 但不是敌人 那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中美关系将是一种极度激烈的竞争关系 而不是一种冲突关系 根据法新社和彭博社的报道 拜登在上述的装法中 他就任至今还没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 而针对为何拜登没有就全球关注的中美关系议题 自电习近平 拜登就表示 没有特别的理由 只是还没遇到适当的时机 那拜登就透露 有人告诉他 他当任副总统时与习近平的接触时间 可能比任何世界领袖还要多 拜登就说 自己跟习近平相处的时间 可能比任何世界领袖都还多 因为我当任副总统时 这与他有过24至25小时的私人会谈 跟他旅行17000英里 我很了解他 那拜登也表明了 他处理中美关系将与前总统特朗普不同 拜登不会采取特朗普的做法 拜登政府将把重点放在国际规则途径 他就说 我们没有必要相互冲突 但我们将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 换个焦点 世卫专家说 在武汉找到了冠病爆发重要线索 彭博社昨日报道 在中国即将完成冠病病毒溯源工作的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主 在寻找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与疫情爆发之间的关联时 找到了重要线索 专家组成员之一 英国籍疾病生态学家达扎克 上周五通过线上平台表示 他将在10日离开前公布找到的主要信息 他说 小组与中国的专家展开合作 并参观主要热点地区和研究中心 以找出关于问题如何产生的一些真实线索 那调查人员想知道 冠病是如何在武汉大规模扩散的 那达扎克希望病毒溯源工作 能让人们开始真正深入了解问题如何发生 并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那由于科学界和医学界赏无解释 病毒是如何从蝙蝠传到人类 因而出现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传闻 那但达扎克和许多科学家都驳策了这种说法 达扎克就披露专家组分成三个小组 分别专注于病毒与动物有关联 疾病传播方式 以及在环境采样中找到的一些线索 而小组在此次溯源工作中所找到的线索 正在正式对外发布前 将属于机密资料 达扎克本身负责与动物有关的工作 那除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专家组也到访了 武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白沙州市场 以及与部分首批病例有关联的 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那达扎克就认为 华南海鲜市场的考察工作 对它特别有用 他说虽然海鲜市场在出现案例后 被迫关闭 工作人员随后也将海鲜市场清洗一番 但人们急着离开 留下设备 留下餐具 也留下了事发证据 这就是我们留意的事项 他也说 在海鲜市场内采取环境样本的 中国科学家 也找到了冠病病毒痕迹的地点 再来我们一起把焦点转向缅甸 缅甸十万民众上街示威 华人县三种重大分歧取代 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缅甸示威活动 昨日进入第二天 上万名的缅甸前国务之政 昂商素姬的支持者聚集在阳光 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夺取权力 呼吁释放被捕的民选政府官员 那昨日大批穿着红色衬衫 拿着红色旗子和旗球的民众 聚集在巨大城市的阳光进行抗议活动 红色代表了昂商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NLD的颜色 支持者们高喊着 我们不要军事独裁 我们要民主 那周日出席抗议活动的支持者比周六还要多 大批群众聚集在阳光各个角落的乡镇 那朝阳光市中心的苏雷宝塔迈进 这也是2007年以佛教僧侣为首的抗议活动 和1988年其他抗议活动中的一个集会地点 那示威者竖起已成为抗议政变象征三根手指的手势 路旁的司机也鸣笛 乘客举起了昂商素姬的照片 那根据报道 示威者并没有与警方或警方进行对职 但是现场有防暴警员手持盾牌 利用铁线网布防 同时败出了水炮车在现场戒备 那缅甸发生军事政变 缅华网刊登缅甸华人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 亨凯的文章 那称对此次的政变 缅甸华人社会出现前所未见的重大分歧 目前有三种不同取态 即保持距离 激愤参与或无所谓 那研究社会运动集体抗争的亨凯表示 目前的保持距离派 主要是经历过历史创伤的老一辈华人 及被负着众多责任的人 那上世纪六十年代 缅甸华人社会经历了一场排华烧乱 导致目前老一辈华人均抱着低调 保持距离 以保护自己的态度 那激愤参与者则主要以年轻一代为主 他们生活在城市里 那受缅甸学校教育 在主流社会工作经商 他们同时也是现实缅甸华人社会的中间分子 绝大部分支持昂商术基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而保持距离派和激愤参与者 虽然在行动上分歧严重 但都不支持军方的政变 那亨凯就表示 第三派的无所谓派别 多数生活在缅北地区 与缅甸内地来往较少 或因地域关系 与军方支持的拱发党 或军方交流较多 因此对政变表示无所谓 甚至抱有支持的态度 那由于中国阻止联合国安理会 谴责缅甸政变 自由亚洲电台就称 挺政府民众出现 排华情绪升级的取势 那当地数十个华人组织 忧虑血腥排华历史重现 那恒凯就说 由缅甸华人营运的几个Facebook自媒体 在一时冲动之下发起了 我爱中华文化 但反对阻击国的话题标签 那迅速的引发了广泛的参与 那实际上是将华人群体 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他说某城市的Facebook群组 也出现了将先拿华人动手的激进话语 希望华人同胞理性思考控制情绪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心喜马拉雅山冰河崩裂 那洪流冲击印度水坝200人失踪 印度北部北阿肯德邦 周日发生冰窗断裂 那引发洪水 估计多达200人失踪 喜马拉雅山的南达德威山冰川 昨日早上崩裂掉落河里 激起了洪流冲击两座水坝 并摧毁了桥梁道路和民房 那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北阿肯德省一座发电厂约有150名员工 恐怕被洪水冲走 但当局尚未证实这个消息 目击者就表示洪水炮消着冲下河谷时 他看到一土的油沙土 岩石和水行程的墙 那洪水冲毁了 杰茉丽县 塔坡万区 雷尼村部分的村屋 那一些在附近施工的工人和当地居民失踪 住在雷尼村高地的村民就表示 洪水来得很快 没有时间提醒任何人 他觉得好像连自己也会被卷走 那由于洪水危及冰河居民的性命 迫使下游村庄的居民撤离 那印度与西藏边境警察部队就表示 他们在印度国家火力发电公司NTBC 位于达波万的藏址附近 取获了约10人的遗体 另有消息就指出 受困于一条隧道里的16人全数获救 那印度全国救灾应急部队 已派出了4支救援队前往拆区救援 那印度总理莫迪在推特发文说 他正密切关注这一个不幸局势 那并与当地官员协调救援工作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 多国领导人拒出席17加1 中国拉拢中东欧努力遭打击 那根据中央社的消息 今年立陶宛等多国领导人婉拒出席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明天举行的高峰会 直接打击了中国拉拢中东欧的努力 根据德国商报引述外交圈消息报道 那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 那中东欧多个对17加1领导人 视讯会议与兴趣缺缺 那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 与罗马尼亚决定回绝中国的邀请 那国家领导人将不会出席 最多指派较低阶的官员与会 那中国透过经贸合作为由 展开与中东欧合作 那从2012年起 中国每年与波兰、捷克等中东欧 16国的领导人进行高峰会 又称16加1合作 而2019年随着希腊加入了阵营后 扩大到17加1 原定于去年年初举行的17加1峰会 因受到疫情影响而被迫 在年到今年2月 并且改成视讯方式进行 那报道就引述 知情人士指出 中东欧国家对17加1机制转为光旺 那原因除了对中国的投资承诺 没有退现、感到失望 也与这次的峰会太过政治 缺乏经贸内容有关 因此虽然北京十分重视 并极力促成波罗的海国家指派 高层官员与会 不过由于多国与中国意见不一 至今还没正式宣布峰会举行的日期 观察家就相信 今年多位中东欧领导人婉拒出席 将打击中国拉拢中东欧的努力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把焦点转向 马国农历新年防疫SOB 再放宽一些管制 那马来西亚 纷扰多日的农历新年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SOB终于有了定案 有关当局昨日傍晚宣布 政府同意放宽之前宣布的标准作业程序 允许方圆10公里内的近亲一起吃团圆饭 但人数不得超过15人 那国民团结部长哈里马发布声明时表示 民众不能跨州或跨县吃团圆饭 他说当局也同意宗教场所在除夕 大年初一及初八等三天开放 但同一时段最多只能有30人 那上周四 主管防疫事务的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迈沙比里所发布的农历新年防疫SOB 规定只有住在同一个单位者 能一起吃团圆饭 即使住在方圆10公里内的近亲 也不得一起吃团圆饭 他也宣布 宗教场所在农历新年期间不开放 祭拜仪式只能由庙宇工作人员负责 那不过鉴于回教堂中午祈祷继续开放 且准许容纳不超过500人 那从而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与争议 那于是乎马国政府经过二度商议后发布了新的SOB 不过原定于昨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新版本的SOB的国防部 临时取消了记者会 而由国民团结部长哈利玛随即声明宣布新版本的SOB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